哈囉大家好 我是Sony 今天要來開箱環球購物中心的福袋 環球購物中心今年也加入了福袋這個戰局 他們推出了非常多的福袋 因為他們很多據點 每個據點都有自己特色的部分 所以不一定你在每個據點買到的 都會是抽一樣的東西 至少他的大獎都是 環遊世界套裝行程 送你出去玩 今年他這個福袋叫 前兔市井樂想福袋 這個福袋一個是990塊 如果是線上購買再去取貨的話 他可以讓你多一次的抽獎機會 他這個環遊世界的行程 有日本的北海道 歐洲巴黎羅浮宮 非洲的神秘金字塔 澳洲的黃金航岸海豚島 還有美西的三大公園 這些行程的價位都有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他們今年的大獎 像我剛剛講的他們據點其實很多 所以他也可以針對他們每一個據點 那個商場的特色 去放他福袋裡面的商品 所以不一定每一個都一樣 一開始其實你就可以挑 如果那家的特色是親子 然後你想要買親子的福袋 你就去那家買 如果你沒有特殊的選擇 你只是要買個開心的 那其實他有很多個據點 你都可以去買看看 那我先來開我這一個 環球購物中心990塊的福袋 首先一打開就有一個紅包袋 開福袋就立即中獎 原培堂的城鄉禮盒族 夾香爐 開心 一打開就看到紅包袋 紅包袋裡面又馬上讓你中獎 那心情多好啊 你不用在那裡挖半天 聖伯店的兌換券 還有環球購物中心 他們自己的商品禮券 100塊 直接100塊送給你 然後還有兩張的抽獎券 對 也就是我剛說的 你買這個福袋呢 就會有一個抽獎的資格 抽環遊世界的旅行券 如果你是線上先預約購買的話 你還會有再一次的抽獎資格 對 我有兩張 因為我之前有先在網路上先預約 今天大年初一再去取貨 所以我有兩張的抽獎券 大獎就是環遊世界的旅行券 再來就是我這個福袋裡面的東西 超小的保溫杯 我沒有用過也沒有看過這麼小的保溫杯 我看看這個可以有什麼用途 因為它這個米白色其實看起來還蠻耐看的 只是可能會被我誤以為是調味罐 好小喔 沒有看過這麼小的保溫杯可以怎麼用啊 這一包 看起來是毛毯 它這個毛毯叫做安泥兔冷氣墊 但是還蠻大一片的耶 就是讓你在冷氣房的時候可以蓋 它其實就是毛毯啦 可是它這個偏薄 所以只適合在夏天的時候蓋 還有這個 也是安泥兔耶 安泥兔的長方陶瓷格熱墊 格熱墊 這個沒用過 不知道用在家裡的什麼地方會比較適合 應該就是那種飯菜還是湯鍋可以放在上面 日式販賣時的雪瓶鍋 18公分 小小的 一個小鍋子 就像它的圖片這樣子 這個應該就是非常基本的 基本款鍋子 這個可能在我家 就是煮泡麵用的吧 不然就是小火鍋 一人份的小火鍋 這個是我這個福袋裡面的鍋子 以上呢就是我開箱今年環球購物中心他們 他們推出的福袋 他們很多店 然後每一家店 都還有自己商品特色的部分 所以其實 他們這次福袋 其實還蠻複雜的 對於我們 如果只是想要試看看運氣 想要開看看的話 這就是我這次開福袋裡面獲得的東西 其中我覺得最值得的 應該就是這一張商品禮券 它直接就是送100塊給你 我看到後面沒有其他的限制 也就是扎扎實實的送100塊給你再去消費 雖然是在他們家消費啦 對 可是環球購物中心現在據點其實也蠻多的 你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使用到 另外就是抽這個旅行券的部分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都是抽機票 它是送給你一個旅行的套裝行程 所以它的價值呢 會比一般的機票還要來的高 送了還蠻多地點的 所以它會統稱它叫做環遊世界的旅行券 這個是他們家特色的部分 那像這些其他的日用品啊 還是鍋具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個就是購物中心 他們福袋裡面比較會常出現的商品 對就是看你有沒有需求 或你喜不喜歡 這個就真的很個人了 那跟大家分享他們今年推出的福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呢 就別忘記了